李天一轮件案,五被告庭上内控 他案刚刚审完,轮到他这宗成为全国焦点 他事便轮件案昨天在北京开审 因为涉及未成年人,法院一早说了不会公开审讯 23岁姓杨的女受害人因为压力太大 现在在精神病院,没有出庭 李天一的名人老豆李相公,就因为被他遇到病,同样没到 不过他妈妈梦甲在四个大只佬的护家之下高调现身 案件先后出现不同版本,案件发生在今年2月 在酒吧做的女原告说,当晚他喝醉了 被李天一和他四个朋友带走,还被人打伤 然后就被带到贫困开房和遭到轮奸 不过梦甲在公开信道,儿子其实是嫖妓 他说女原告自称是做陪酒,还一直主动挑逗 然后和喝醉了的李天一他们开房 事后收了2000元人民币做护金 虽然李天一声称自己醉到断片,否认打人和强奸 他妈妈都力撑,我会停审那阵龙女犯 其中一个姓艾的被告指证李天一曾去宾馆的车上 刮了女原告一把,搞到梦甲当场发火,五辜二态 拿爆对方律师误导当事人,五个被告各自请的律师 终于便搞到自乱阵脚 而曾经弹闹公安有功,又说受害人扮处内摸穿的梦甲 在审讯完之后马上赶去下一场 就是参加总政歌舞团的演出,高唱祖国满愿祝福你 不知他唱时是怎样想呢? 隐隐隐隐使用